我們來看看它的基本操作 那你在這邊的話呢 剛打開軟體之後 你可以看到它主要有四個區塊 我們真正在編輯的 其實是中間這個叫2D的平面 3D的 只有看而已 你不會在下面編輯 像我老師剛才一樣調整不同角度看 那左左邊呢 這就是它已經 內建給你的一些模型 其實老師給你的版本 我有增加很多模型進來 所以呢你要找 可以從剛剛上面這個類別找 也可以直接打關鍵字去搜尋 你可以打中文 了解 你是可以打中文的 再來如果你的這些所有的模型家具 已經有加進來了 你就可以看到左下角這邊 它會把那個清單列出來 你們家有什麼財產 這樣了解嗎 所以會像這樣子 那了解這個概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試看看 你可以把你要的 像我們剛剛講的丟進來 對不對 那丟進來之後 萬一你覺得桌子不夠大 椅子不夠大怎麼辦 放大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點到這個模型的時候 它好像旁邊有沒有 有沒有一二三四 對不對 放在正中間是移動比較沒問題 可是 這個也很好理解 旋轉嘛 旁邊還有 這個呢 是什麼 水平的放大 有沒有 這樣 泡椅有比較大的 有沒有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只有水平變大 高度有沒有變高 沒有 對 所以如果你要高度的 就走這邊 這樣有沒有 你不知道泡椅這麼軟Q有沒有 有沒有 但是平常我們當然不鼓勵各位這樣用 因為這樣是非等比例嘛 所以呢 你可以點兩下 嘟嘟 好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個在維持比例 先勾起來 這樣子的話呢 你打 啟動一個 比如說我要讓它寬度比較大 變300 它就連 有沒有等比例放大 這樣了解的 好 那最後一個 這個要怎麼解釋比較好呢 我們找隻寵物來 你可能就會比較了解了 你們要狗還是要兔子 還是要貓 母雞 還是要馬 母雞 母雞 哎呦 你怎麼有眼睛那麼厲害 還有看到母雞 好 母雞來 你看 它一進來有沒有 放在地上 可以讓它放在桌子上嗎 可以 因為要窄了 你看 它很聰明 它知道要放在 跳到上面來 有沒有 沒有 蛤 你一定要這樣虐待它嗎 這樣就不行啦 對不對 它說要在頭上 要在肩膀上啊 這個時候就要找誰 找這個囉 你看 右上角這個 滑過來 這個叫做什麼 懸空高度 你看 這樣不起來 有沒有 那你自己再移過來 好 再放到它肩膀上 太大隻 對不對 因為沒有母雞會做這種事情 所以我們就讓它回到椅子這邊來 你看一下這裡 好 太高了 懸空高度有沒有看到了 叫它 坐在沙發上 不要亂跑 有沒有這樣就放在上面了 這樣知道了齁 所以我們模型的操作呢 會有這幾個部分 那 剛剛呢 我們在這邊講義上 這裡 老師都有寫到 有沒有 這裡 好 那 了解了這個概念之後 我先讓你們玩玩看 等一下我們來設計庭院 你覺得如何 有沒有信心 有喔 掰